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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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接着我们再看这一位 流礼菊老居士 生了十几个子女 儿孙一大堆 内外生加起来 大概有将近五十位 就只有一个孙女和孙女婿在学活 那这流礼菊老太太 也是由于她老伴 往生以后 被孙女和孙女婿感化而学活念活 这一念活以后 就开智慧 就想说我八十几岁了 不晓得什么时候要离开这个世间 当我这么一大群儿孙 只有一个孙女和孙女婿在学活 其他的儿媳妇 女儿女婿都没有在学活 那这时间一到 我要往生啊 这么一大群儿孙一定会障碍 他就很有智慧 就找了一个机会 开一个家庭会议 把所有儿孙全部叫过来 交代临终祝念的事情 就说我是念活的人 不管你们有没有学活 你们要尽你们为人 执女的孝心 你们要如法的依 活制帮我念活 送我往生 不能动不能哭 不能做无谓的急救 要帮我祝念 不能随便更衣 这儿孙大家都签字 在灵终交代的书上都签字 而且录音存档 我学觉得真的是太有智慧了 所以大家 我们念活的人叫做胡慧双修 这种这么要紧往生的事情 平常就要把它铺排好 中部还有联友 他看得多了 就训练他 还在读国中的孩子 就说妈妈平常都帮你们交代好了 你试着看看 现在妈妈要往生了 你怎么处理 这孩子就说 妈妈你都讲好了 第一步 我就是赶快把念活器按下去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第二步 妈妈你电话旁边 有紧急通知的电话 我就赶快打了 写好贴好了 伯伯叔叔 我妈妈要往生了 请你们来帮我们祝念 我联络完以后 我就坐在妈妈你旁边 就向妈妈说 妈妈 请您安心的念活往生 我会好好照顾自己 我们将来急着世界再见 他妈妈就说 很好很好很乖 平常就这样练习 这老太太就是 全体的儿孙 签字 录音存档 大家都知道 所以这个交代事情 也不能说 你私下个别交代 你私下交代 时间到 未必他在你旁边 帮你处理 在的你交代 要这样子 别的没有听到 大家为了要办你的事情 把感情给破坏掉 这个是非常非常要紧 然后交代完后 这老人家就 安心的念活 念完念完念到 民国78年 刚好冬至日 那一天 他们儿孙多 就排班 轮流排班 所以我们注念就是要轮流排班 比如一个钟头 一个半钟头 最多不要超过两个钟头 因为你注念是要出声 要用力 大家轮流排班 从那天晚上八点多 开始念活 念念念念念到 隔天早上三四点 因为一批一批 注念的人 进进出出 门也没有锁好 就早上凌晨三四点 就进来三个歹徒 拿枪 拿枪进来要抢劫 那枪拿出来 在那边放啊放啊 那他们在念我 没有反应 这歹徒大概觉得奇怪 不是枪拿出来 大家就要很惊讶 很惨叫吗 怎么没有反应 结果就招手 从房间里面 把这个流海太太的女儿 叫到客厅 就说 我这是真的枪哦 这不是玩具枪哦 不是道具枪哦 子弹还掏出来给他看 我这是真枪实弹 我要抢劫 结果她女儿就说 哦 欧弥陀佛 我妈妈要往生了 你们三个年轻人 在做什么 这三个要抢劫的台独 她怎么知道 什么往生不往生 她女儿就把这三个年轻人 就带到房间里面去 房间上挂了一顿庄严的 欧弥陀佛的街影像 床上躺个老太太 拿着念珠 在念欧弥陀佛 旁边我的狱群的儿孙 领友在那边念佛 你看看 这个要抢劫起这种百念的人 一看到这个样子 一看到欧弥陀清静的像 听到这句清静庄严的欧弥陀佛的佛号 就把他人能本具的活性给引发出来 当下就惭愧的不得了 头一低 枪一收 手举起来 连续说五句的对不起 对不起 对不起 这样掉头赶快离去 一场抢劫的风波 这样子化解掉 佛经上就说得好 我们自心念一句欧弥陀佛 消我们八十亿节的三十重罪 在的普门评上面说 念笔观音力 众愿欺退去 念笔观音力 贤疾起磁心 观音力这样子 迷陀力更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碰到什么好坏事情 你一个先决条件 赶快念佛 把你的心给定下来 非常非常的要紧 不要在那边紧张痛苦 哀嚎 而且修行人讲究第一念 碰到什么事情 你第一个念条是做什么 第一个念条最要紧 就是赶快念佛 譬如说半夜有人敲门了 你就要念佛 佛来才跟着走 这书上有记载 有人在睡觉 睡到一半 听到有人在敲门叫他 他面如念习惯 阿弥陀佛 结果那个叫他的声音就不见了 又到隔壁去 又叫隔壁那一个人 隔壁那个没有念佛 再喊他 他就把他回答 隔天早上醒来 隔壁再办上事 抓走了 小鬼来抓走了 我们是活来 我们要活 相遇 我们也是去极乐世界的 这个人命在呼吸之间 远的不讲 我们就讲尽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 那日本长期广岛 几分钟的时间 那原子弹一丢 几万万个人 一下子 连发生什么事情都不知道 这样子 伤亡掉 我们要念佛的人 看到这个事情 不管你发生什么事情 你第一念 阿弥陀佛 假如是我们的定业难逃 当下受众的话 你最后的这个念头 你是在念阿弥陀佛 那你就趁此机会 就往生极乐世界了 太要紧 太要紧 那这一场抢劫的风波 就这样子化解掉 感动他们集体儿孙 就跪在佛前 有完全没有佛法的这种信仰 就跪着向佛菩萨 离报说 哦 阿弥陀佛大慈大悲 你们要真的介入我妈妈往生了 我们这一群儿孙 从今以后 我们就要来好好地念佛 来求生希望 就大家更诚心地祝念了 就整整祝念了七天七夜 打了一个往生的佛期 到第七天 这刘老太太老人家 拿着念珠 手就伸到阿弥陀佛的前面 就这样子安详往生 往生的当时异乡满事 从房间里面 向到客厅 向到外面的走廊 感动了儿孙 继续再念一个星期 打了两个佛期 然后去火化 烧出一些色粒子 您看看 天下护母心 护母哪有陪伴儿子一辈子的 一定要离开 一回相见一回牢 能得几时为护母 藉由这一场祝念的功德 让全体的儿孙 花起信心一起来念佛 将来一定要同生极的世界 不能一个轮回东 一个轮回西 儿孙不会再受轮回的束缚 这个当父母长辈的 他们也才能够安心往生 而这最好最好的一次视线 藉由注念的功德 感动全体儿孙来念佛 那我们由 这流理局老居室 往生的四居 我们也有一种启示 真的是我们在家居室 建立一个活化家庭太要紧了 所谓的眼前人 就是关系我们是否能够往生最要紧的人 而这流老居室 而这流老居室 生前有这种智慧 能够集合家属 大家针对这个往生的事情 开一个家庭会议 签名 录音存档 真的是老人家很大很大的福保 平常处理好 就如印竹所说的 今天往生也好 明天往生也好 因为都已经安排妥当 所以我们要求临终没有障碍 求往生能够自在 我们就要好好施划 这流里及老居室 这样子的典范 这样子的作画 平常就要把这件事情讲清楚 交代清楚 多少犹豫没有交代啊 真的 儿孙悟了往生的大事的太多太多 儿孙也是要尽孝 可是他不懂事理 尽孝 反而造业 我们祝福流里居老居室 安详往生 早日成愿再来 他的儿孙 受流老居室的感化 现在也都在学佛 可以说一个非常非常好的 度儿孙学佛的一个典范 而且 而且现在这种 枪支烦滥 抢劫风波 这样制胜的时代 我们更需要来多念活 让所有的众生 把这种本具的活性引发出来 让活光来普照 要化解多少多少的灾难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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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